梁孫玉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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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仍然必須要盡力去保育自然的資源 善用現有的土地資源規劃更加多 比居民使用的休閒活動空間 落實移居的目標 因此本人建議政府要妥善利用近日回收的黑沙土地 在確保生態環境保育 以及維持一定的陸化比例的原則下 計劃建設一些集體休閒的度假 青年活動、親子空間等元素的活動中心 將現時的廢墟拓展為本路六塊休閒的空間 豐富居民的餘下生活 多謝